今天我來到日本的東京Sony總部 本村試試Sony Mobile 這部最新的Xperia XZ3 手機 它有什麼強勁的功能呢? 立刻和你們看看 我手上這部就是Sony Mobile的Xperia XZ3 而這部Sony Mobile 這部手機就有一種走紅色的打法 看到也很亮眼 顏色是男女都適合用 而看到鏡頭和指紋的布局和XZ2都差不多了 後面看上去就好像沒什麼分別 反轉到前面看 你會看到這個螢幕這次是用了曲面的螢幕 看到兩邊的螢幕有一點曲面 這個螢幕其實也有很多用途 例如它做側面的感應 你用的手指觸碰一下它 兩下在主題內 就會看到一個下方的主題 就可以再選擇你經常用的Apps 或者一些工具 其實這個側面感應 在拍照的時候都會用得到 例如我試一試 對,開了相機 尤其是打直拍照的時候 就十分有用 因為平時你會用手指伸下來 按快門按鍵 但只要用側面感應的話 你就可以雙重按兩下曲邊的位置 就會自動對焦和拍照 等於你按了快門就不特地按下去 其實對拍照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得緊一點 就不會影響震的情況出現 這個側面感應 還有其他的功能可以用到 例如我們開了一個瀏覽器 在瀏覽器裡 進去其中一個項目 我進去看這段新聞 你只要用拇指在旁邊的曲邊 拉一下下來 再震一震 它就會回到前面的項目 然後再按下方的按鍵 我再回到另一個網頁 這樣拉一下下來 就可以走到外面了 好 這次XZ3 就用了一個OLED螢幕 可以看到 顏色很漂亮 而且很鮮明 的影像 還有… 入口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